10月底新北市和知名纪录片基金会CNEC合作 机不可失影展正式的开跑 我们访问了其中一部纪录片 静默杀州的导演 想先带大家来看一看三重卢州一带 一共六座古宅的命运 这部片指的导演施云 他利用六座古宅是不是被保存或是破坏 思考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古迹究竟属于谁 我们能够在这部纪录片当中 看历史建筑物凋零的无奈 却也看到有识之士们 为了保存古迹所做的努力 对古迹最老的东西 最过去的东西 会有一种感情吧 对 尤其像我们现在社会并迁的这么快 你看到都是新的东西 你就会更想去抓住一些以前的东西 这本来就是住宅器 是为了这边建商盖措防止 是因为人膜啊 人膜不脏啊 也没有办法啊 他的证明是急着把他毁掉 做特事急着把他淹眉正气啊 有猜超过是不是 超过啊 他这个应该要先切除 然后再拆啊 印稀啊 你快手直接给你拆掉 恨不得给你吹倒啊 那就是要子孙他自己有那个觉醒说 他觉得这些主线东西留下来 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有些人不觉得 他觉得钱才是最重要的 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干嘛去想那么多 对不对 可是 我不知道可能每个人的生命价值观不一样 那我会觉得说 你了解自己的祖先 了解自己的根源从哪里来 你的心才会踏实 你的生命价值才会 知道说你接下来路你该往哪里走 我是认为这样子 但是对某些人他可能觉得就是钱 政府 他就你要给你听 有时候要叫你不要听 那是强制拆除的啊 可是你不是同意征收了吗 没有同意啊 这个征收本来就错误的啊 不是我拿到钱吗 你不拿到给你提存啊 强制给你征收啊 如果政府重视这个谷居 就算这个部分大陆 也是要转弯保存啊 你说三重要够这款皇屋吗 没有了啊 所以我要坎的其实主要还是在讲说 为什么我们的那么多漂亮的老房都留不住 到底问题是出在哪里 是业主的有心无心 还是我们政府的有利无利 或者是我们民间大众的就是要管不管这样子 我说这房子是你去的吗 是啊 你今年几岁了 没有十岁了 是你八岁的时候去的 一八岁了 你八岁的时候你老婆那里 还是你怎么说去的 我老婆去的啦 我都从那里都坐不住 以前大家都 都很贴门的啦 以前大家都住大厨房 还可以去一间厨房 都不简单啦 这家没通知 我说这家要买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 那这些房子被建商这样的对待 所以我就联想到你在拍这个纪录片的过程中 有没有被一些建商关心 其实我很怕 我拍这个时候我会担心 我会担心 但是还好没有遇到过 只有说因为我要去拍那个秀才错 它不是已经被拆了吗 那我想说既有旁边有一栋已经搭起来的高楼 然后从那边上面往下去 拍整个目前下的算是空地 空地这样子 结果我去的时候那个人是 他大概知道我要干 对 他就不愿意让我上去 那后来也是打听才知道 其实他们都是同一个建商啊 所以那个变子有点担心 如果流出去便会发现 其实是有点 我这一次觉得有点是冒险在做这个事啊 后来整个家族要请他出来接任主任为人 用奶奶自己的话语来说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经历了24年的恶梦 台湾开始古籍法推出来的时候 福州里宅是第一地把自己的主措捐猎为本期 在当时是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奖励跟补偿 后来严修光女士派去成立中华室友古籍保存数进会 联合所有台湾的一些古籍的业者一起为自己争取权利 他写万言书给李登辉 三四千位学者的联署 然后在立法院推动立法 就是说政府你不能够平白就把人家的房子只定为古籍 而你完全没有任何的奖励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个容积移转的出现 这是一堆厉害 我最怕孙子来说我真感谢说我们在家做家宅 还是我这不忘了 这同学代的同学代的同学 要吃饭 不怕你不才能吃 那这些东西你不留下来给子孙 你怎么去跟子孙说我们从哪里来 这块土地以前发生过什么样的事 你光是口说无凭啊 你一个东西在那边不是很好吗 而且另一方面我觉得台湾现在是少子化社会 人口以后人口会慢慢减少 你真的需要盖那么多房子 以后变成文字馆然后卖不出去 需要吗 那等到你把老房子拆了 盖了新的大楼 然后发现卖不出去 你要把它再拆掉 变成旧的房子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一旦失去的东西 很多东西你就找不回来了 那你趁现在还有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它是属于大家的共同产权 我是这样觉得 所以应该是用大家的力量 大家的力量有时候一些人不关心 所以应该是还是政府应该要贴幕啊 有一次家族到台湾 第一代子弟的11岁的小孩 跟着两个生长在台湾 他叫李正一 公正公